哈喽大家好 我是Donny Choi基本八字90秒 啊一位命主 他跟我讲说他 明年还有几天就明年了啦 啊问我说 可以开始做生意吗 可以做生意吗 然后他问我说 啊 其实啊 一个人 是运气好比较 重要呢 还是不要看运气自己努力 会比较重要 啊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八字排行 排排列 他的八字明年的排列组合为 龟水润水生乙木三个 然后呢 第一次的话呢 就是 五味河 然后呢 就是金 生 亥水 两个生木 其实呢 他这个八字呢 明年呢 他的财运呢 他的财运呢 本来是三个 天干维持三个 没有变 啊 龟水来 有帮助吗 有 会加强 那么地支的财运如何呢 地支呢 啊 也是 也是 没问题啊 也是 ok 本来只有三关 结果来多一个财 所以他问我说 今年 要做一些小生意 我是说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去做的 是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 你要记得就是说 凡是做什么都好 都要努力去做 就要自己去努力去做 针对回之前 他的问题呢 就像你这样 就像你这个八字这样 你在对的时间点 如果你努力的去走 商场的路 就是走生意的路呢 那么呢 结果就会 轻轻松松的成功 反正你在不对的时间点 就是运气不好的时候 走 不对的路 但是 你很努力 到最后呢 你就会 辛辛苦苦的失败 哦 所以 还是讲回那一句 运气和努力 只要在 运气好的时候 走努力走对的路呢 那么呢 就会成功 就会 精彩 就会得到你要的 要的东西 你想要的东西 反之 在运气不好的时候 如果 走不对路 努力的去走 努力的去走 不对的路 不对的方向 那么呢 你就会 非常辛苦和痛苦的失败 哦 你明白了没有 啊 所以 期望 呃 这个 视频 可以 讲解到 呃 还是 在对的时间点 去 对的方向 努力 才是最好的 好吗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